韭菜3块2 地瓜叶子是2块 就这个是2块钱 一斤 上一个小区 起码都几万年了 这住几万人是有是吧 美丽海南岛 东方欢迎你 这个地方就是海南岛的东方市 看看这个楼够密集的 这一带据说是我们 北方人来这居住最密集的地方 光看这几个楼吧 123456789 我现在能看到的楼 就有9个这么高的楼 这些楼后面还被挡着的 说我们对面这一片楼 大约是9000户 9000户 如果说咱就说 一家住两个人的话 是多少人呢 就是18000 这个数字只能大部分就行 说说你看看 人非常多啊 这个车站旁边都坐的老人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说的东方站 高铁站啊 它一般是海口三亚啊 这个是必经之路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交通还非常方便 你们如果想来海南的话 可以过了船了以后 坐了轮渡 就可以坐火车啊 到东方站下车 然后呢 租房子呢 可以考虑到对面的24个楼啊 太多了啊 我刚才问了一下啊 当地人这个房价 现在也不便宜啊 就是半年起租啊 然后你要是半年到一年的价格也差不多 就是在一万啊 到一万三千块钱左右啊 到一万四啊 就是可以租半年 获得到一年的时间啊 因为它夏季这个地方基本没有人了 说说你租的时间长一年呢 我觉得还合适一些 冬季呢 是属于旺季 24小时开放 所以卫生间也非常干净 住在这里呢 真是很舒服啊 你看看 这里的绿植啊 蝴蝶啊 景色呢 也非常的优美 这个停车场呢 就位于这个大楼的对面啊 火车站的旁边 我们看到没有 这块全部是停车的啊 然后呢 你看前面也是停车的 我的车就停在前面的停车场 车还不是很多啊 因为它收费嘛 一天也就收五块钱 这块因为收费了以后呢 停车的就少了啊 到了晚上啊 整个广场全部是人啊 都是大妈大叔啊 在这锻炼啊 我们就现在的白天 也都能听到很多这个 崔萨克斯的 还有各种音乐的人都非常多啊 你看这边都是在练二胡的啊 各种乐器啊 想测这个广场 有在学的啊 有在教的 这赶火车的啊 这是唱卡拉OK乐器的 这些都是你看 急急忙忙的赶火车啊 这边是二十四个楼啊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边也盖了很多楼啊 你看没有 这个也是 就是这一片啊 还有很多楼啊 还有很多楼 就是这块呢 住的人啊 还有正在盖的啊 还有站在盖的 这就是那个火车站的 站前广场 一个大大的标志 前面就是海湾啊 它叫海湾购物中心啊 这是超市的入口啊 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超市的一楼啊 灵蓝满目啊 说你想买什么都有啊 详细的东西我们就不介绍了 给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一楼呢 是卖的吃的多啊 二楼就是生活用品 你看看 锅碗瓢勺杯子啊 日常生活所需啊 基本上就是在二楼了啊 就是各种用品啊 各种生活用品到二楼才够 我们看一下圆包菜啊 一块两毛八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啊 平包菜一块九毛八 生菜是两块七啊 韭菜三块二 地瓜叶子是两块啊 就这个是两块钱一斤啊 长白菜是两块五毛八 这个青尖椒呢 是一块三毛八一斤啊 西红柿啊 这个这个有点贵了啊 这个叫精品西红柿十块啊 大白菜一块三毛八 我们看看啊 这个黄瓜啊 黄瓜是两块五毛八 虎瓜三块六毛八 大葱我们看看大葱价 两块九毛八 地瓜啊 芋桶三块九毛八 红薯呢是两块九毛八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啊 黄瓜啊 黄瓜是两块三毛八 胡萝卜一块五 胡萝卜一块九毛八 玉米啊 三块九毛八一斤啊 茄子啊 茄子是两块一毛八 四季豆呢贵一点啊 五块九毛八 纸纸添椒应该是九块九块八啊 这个呢是五块五毛八 我们看看土豆啊 最常见的土豆 一块三毛八 一块三毛八 我觉得这块消费真的不贵啊 今天逛超市呢 买了三样东西啊 这一个碗啊 我们主要想微波炉用 热个稀饭热个汤啊 可以用一下 然后呢 笔呢还是一路光用 光丢哈 就买了一锣啊 这可能有二十支笔啊 这个白菜 大家猜猜多少钱啊 七毛钱一斤啊 我就买了一颗啊 超市的生意非常好啊 人非常多 你看结账的 络绎不绝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60后慢生活 后续视频更精彩